在戲中演出閨蜜好友戲外 也很容易變成好朋友嗎 林雨昕跟雷瑟琳 就是這樣子的例子 兩個人外型跟個性 其實南遠北撤 但是因為演戲演出了好交情 大家好 最近我們有一個新的團名 叫做Legacy 為什麼是Legacy呢 因為雷跟戲 別誤會這個新團體沒有要發片 而是一起拍戲拍到變成好麻雞 妳確定只有妳的舌頭偏向她嗎 跟她看到你 聽到你哭 林雨昕和雷瑟琳這對好朋友 因為拍攝料理高校生結緣 戲中不僅是學校同事 也是住在一個屋簷下的室友 姐妹感情延伸到戲外 竟然一拍即合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一本正經的人 但是就跟她聊天中 我發現原來不是 對 就是原來這種節奏也是 我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有一點大開眼界的感覺 我的節奏就是一種變化多端 我沒有在一個 正常的屏幕上 對 就是很跳透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 對 那就幹嘛 And the 起司機 醒一醒啊 醒一醒 公司們都醒了 演出青春校園劇後 因為收視成績好 見面會一場接一場 贏得許多年輕粉絲關注 林雨昕在戲中與李國藝大談戀愛 雷瑟琳在戲中不僅是好閨蜜 也是好軍師 反正你就去破壞他們的感情 魂刀奪愛才是愛 我們有很多在家裡的戲 那我覺得家裡的戲這種東西就是 你一定要就是有一定的默契 就是我覺得那種東西如果硬眼 會不真實 然後久而久之就變成就是 會長時間的相處 然後她後來就會來我家 然後就變成說 真的是有一種像室友的感覺 你一直在那邊去去去 去什麼去啊 對啊 別人 我怕待會有人嘛 林雨昕28歲才入行 因為演出A咖的路當中的小助理 清新外型和自然演技受到注意 短短兩部戲就登上第一女主角 而台灣巴拉圭混血美女蕾瑟琳 是平面模特兒出身 2012年開始跨足戲劇 與林雨昕演藝資歷相去不遠 兩人都曾演出A咖的路 有了認識的基礎 下部戲演出好閨蜜 默契自然產生 在劇裡面 我是什麼事情都需要去 徵求她的意見 在私底下的話 我不會這麼需要她的意見 我自己是一個還蠻重視朋友的人 非常重視 可能摩羯座的關係吧 我很開心是我終於在一部戲裡面 可以做的摩羯座歌 真的 對 因為之前的角色 可能都是比較不討人喜歡 或者是被黑客那種 然後就終於現出本身了 黑色玲因為艷麗外型 經常受限戲路 其實戲外是個搞笑傻大姐 我一直很莫長於古裝 對 因為小時候就是一個窮妖迷 所以我的夢想就是想要 那時候就很想要有紫薇的酒窩 每天上課就一直挖 一直挖 一直拿笛一直挖 你看 這真的很奇怪 你那後來夢想這種東西啊 對 然後我還自己做 那個還出各個的帽子 然後我還做 用買一堆棉花 做了蒙古公主 那個韓鄉的髮飾 然後串珠珠 然後就會披著棉被 然後在那邊唱 你是瘋的 我是沙 林宇熙戲中 雖然是個少跟金的老師 戲外卻是個標準文青 碰上熱情奔放的雷瑟琳 原本矜持的那一面 頓時發現新大陸 我交朋友都很遵循 孔子的一句話叫做 君子之教淡如水 因為我很怕跟別人有衝突 但是其實我心裡面 是渴望跟大家很好的 對 可是我卻又很避免這件事情 可是他是一個完全 打破我的原則的人 我連跟他借個浴室洗個澡 我都覺得不好意思 他還放好洗澡水 你懂這個程度的差別嗎 我就是喜歡照顧別人的 你剛才要說我喜歡嗎 我喜歡 好朋友就像一面鏡子 也能結長補短自己所缺少的 例如雷瑟琳 就成為林宇熙的愛美小老師 那它不是一個必須在意的事情 對 就是身為一個女人 都必須在意的事情 是嗎 天啊 終於找到一個 因為通常都是被別人唸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 要愛漂亮 要幹嘛 我說我可以教育人 對 就覺得很安心 能讓雷瑟琳擁有成就感的 還包括幫助他了解 時下流行文化 我就是那種大推他看韓劇 這樣聽的 因為我說你總不能不知道 Big Band是誰吧 至少人家聊天的時候 你知道是誰 我真的不知道Big Band是誰 這個... 現在還不知道 我現在知道了 我現在可以分辨 是我的... 我的老公就是TALK 那GD就是大家的老公 而且我還是要死緣是誰 YES 對 我幫你跟這個世界的軌道 接連起來 好朋友的角色當然不只如此 雷瑟琳去年經歷感情與友情 雙重打擊的低潮 林允熙即使補位姐妹套位子 成了最好後盾 她朋友度過了一段 非常重要的時期 就是在比較低潮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我很開心的時候 有她的... 有一個這樣的朋友出現 人為閨蜜的感覺是什麼 然後我都覺得其實那不只是閨蜜 我覺得比較像戰友 站在前線 然後槍林彈雨 然後就是她扶著我 然後我扶著她 兄弟 三大黑喔 對 你是男的 對 我是男的 可是你看起來好娘喔 所以我也女的嗎 你是男的嘛對不對 你要做男的嗎 兄弟 對... 因為一起拍戲 半年來幾乎朝夕相處 細沙親後還相約同遊日本 戲碗粉絲戲稱兩人 可以共組團體 兩個人也開始發揮想像力 知道Legacy的前面是什麼嗎 我們是搖滾團體耶 Legacy Legacy 等一下 滿心期待 每天問我們EP什麼都出 那不是很麻煩 什麼啊 這滿好的 這個好 優卿也需要時間考驗 一同拍戲 建立起的革命情感 延續到私下生活 彼此珍惜找到知己 戰友 也能互相扶持繼續在演藝圈 努力打敗